财经消息 IBM旗下位于深圳福田保税区的工厂 上千名工人近日展开一场罢工行动 据了解到3月7日为止已经进入第五天 罢工仍在继续 而且官方的谈判仍没有任何进展 今年1月23日 联想集团以23亿美元的代价 向IBM收购X86伺服器业务 紧接着联想又在1月30日 宣布已经与谷歌达成协议 以29.1亿美元的代价 收购摩托罗拉智慧手机业务 但目前联想总资产只有180.33亿美元 接连两宗并购案明显可能影响后续财政 这也引起部分中国劳工的注意 从周一开始 IBM在中国深圳厂区 开始流出罢工照片和视频 一千多名工人在工厂大门外 身穿蓝色工作服 手举标语牌高喊口号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 自称是深圳工厂工人的新浪微博用户说 我们罢工是在保护自己的权利 IBM的一名女发言人 证实了深圳工厂的罢工 但是拒绝解释引发罢工的原因 这名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指出 联想的并购实现后 工人可以选择留下来 工资待遇将和目前相似 如果选择离开的话 将可拿到一笔公平的遣散费 劳工权力组织说 近年来在外资企业宣布达成高额并购协议后 中国雇员举行抗议和罢工的事件越来越多 引发工人不满的方面 主要是裁员 减少工资和遣散费 根据总部在香港的人权组织 中国劳工通讯 所公布的可统计的数据显示 2012年中国大陆的劳工事件为382起 2013年则增加到656起 新唐人亚太电视业务编译